大家好 今天又受朋友邀请去试一个素食的一个店 我们现在在路上接上一个美女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过去了这个地方在UBC 昨天刚刚下了大雪 很多公司半天都直接放假了 就是让大家赶紧回家 因为温哥华It's not ready for such heavy snow 那么所以呢就很多人有幸可以回家工作 或者是干脆不工作 那么今天的路况呢还不错 但是对于新人来说呢可能不是很好 因为雪很多然后画了很多水 刚才过马路看很多人都踏到水里面了 当然有人虽然踏到水里 但是非常的淡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这个精神很重要 交给大家一个在国外停车的地方啊 有很多比较繁华的地方 你要停车的话是要给钱的 但由于它隔壁呢有一个大的超市 你可以呢占一下便宜 就是跑超市里面卖东西 或者干脆就是去超市里面溜达一圈 然后呢你再去别的地方 你想去的地方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收钱了 因为有的时候停车场会有人看着 你如果停下来之后就去别的地方的话 他们就会管你 他们就会直接给你贴条 哎呀这个是在UBC 离UBC这个很近啊 那个感觉还挺高高级的 啊 Vegan指的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那这些人呢 他们只食用植物产生的东西 那么vegetarian呢 通常我们说的是普通的素食主义者 他们虽然不吃肉 但是他们还是喝牛奶吃牛油啊 奶酪之类的东西 只要他们不是从肉类转换来的就可以 可是Vegan呢 连这些他们都不会吃 这个流行流行健康饮食嘛 所以虽然看上去非常肥的披萨呢 现在都是那种Vegan形式的 然后都比较素 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既可以满足这个味觉上的这个刺激呢 又可以不肥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趋势 我以前不想会吃牛奶 我以前不想会吃牛奶 我以前不是穿衣食 那些木头 我以前不想会吃牛奶 你不能买点 你起来 我以前不想会吃牛奶 你的名字呢? 就不在意,只是很普遍 你可以问我个问题 肯定,肯定 我们认识了一些人 我们认识了一些人 我认识 Rick Cima Cima has been vegan for how long? 53年 53年? 哇 显然,Rick is the same as 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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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no we get it we need meat 这个我刚刚,我见到喝这个是 昆布茶,是一种 是一种菌,菌类 然后发酵,发酵的 喝起来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挺酸吧 这个是好吃的 全素的披萨 我们点这个披萨叫meat ball 然后它的所谓的meat 其实是用豆子做的 然后连它的那个这种它的sauce 也都是用casual casual是什么 腰果 是腰果做的这个cheese 因为全素是不吃蛋也不吃奶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不会吃的 所以它所有的 它是一个direct-free的 我觉得挺香 有想象中的好吃 这个呢 叫pastro cbr 这个酱就是pastro 然后这个里面呢 假装里面是有chicken和bacon 这个chicken 味道还有点像 bacon的味道我觉得最像 可能比较小吧 还不错 刚咬了一口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错 蛮脆的面包 但是你会觉得有点淡 然后你在仔细吃你会发现 它好像放了很多香料在里面 就不会显得味道非常的淡 不过我感觉这个都是面 看 所以减肥不吃carps的人呢 我觉得 来这里吃可能没办法吃任何东西了 但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那这个是honeycomb的吗 为什么叫honeycomb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叫honeycomb呢 因为它这个里面啊 有这个honeycomb 所以吃起来甜甜的 所以吃起来甜甜的 还不错的一样 这里 有老外最爱吃披萨 还有他们最爱喝啤酒 还有他们吃完饭之后最喜欢吃ice cream 都有了 那他们肯定就经常爱来这种地方吃饭嘛 而且是vegan那种 灵魂上的 自我价值的事 灵魂上的追求 我跟他那个都在一起了 所以可能来这里面爱吃的老外还是挺多的 华人呢 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的多 毕竟让我每天来这吃假的肉 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今天就到这吧 感谢再跟大家聊 拜拜